又到了这个古董小镇上了 艺术小镇 应该是有一些古董店 我们去看看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是我上次拍视频的那个 在左边那个 这里面是有一些日本的 他卖一些日本的东西 你要找个地方停车 你开车挺好 我这样的话可以两个手举着 像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我得一个手举着 一个手开 还在前面 这个是画廊 这个应该是画廊 对 这儿的 closed 这画廊 好像我原来我还进来过 哈喽 哈喽 这么多画 我们停一下车来 开始往那古董店走 这个门廊很漂亮 欧洲的家具 这家具还 这椅子还真是挺漂亮的 五点家具 里面有洗字罐 现在这个开门了 我们进去看看 一段洗字罐 满轻的 一千两百五 哇 这不贵的 这一顿 肯定是老的 嗯 他这个洗字没写全 这肯定是老的 上次我一个朋友说这个洗字没写全 说是品项有问题 但是看来 就是这样的 这个洗字 那就也没写全了 那应该没问题 很多的那个 抱右点 肯定是老的 我真够大的这个 上次有小拍 我碰到了 可惜没买 这是日本的 这是日本 两百六十五 日本 这中国的 跟我昨天那个花瓶的画片 很像也是 智基 两个智基 关上加关 但是画的比我那个粗 我那个 我那个比他这个细 我昨天那个花瓶 比他这个细 我昨天那个花瓶比他这个细 这画的那太粗了 多少钱 六百二十五 六百二十五 天哪 只有的 底下打了洞 就是 因为看来 也是被做成台洞的 这是老的 这肯定是老的 红柴那款的 这画的没有往内好 画的比较粗 这个胎 也比较粗 你走开拿 挺漂亮的 头太好了 广做 这个卖了 这也是细路的 粉彩画的挺不错的 然后这一个咸丰的这个广无彩的盘子 我刚才问他多少钱 他是说四百五 放过去 然后这个 壶 就跟我那个原来拍的那个壶放在我这个 YouTube频道上的一模一样 但是他这个画的比我那个粗糙一些 这个他要八百五 而且把他这个口 是有磕的 他要八百五 太贵了 我他是确实有一些好东西 然后 然后这是 天龙时候的青花外销盘 看着一个盘子 咸丰的 他要四百五 品相倒是不错 也比较大 有二十多个公分吧 太贵了 这还有一个广彩的 大花瓶做成了台凳 他 一千两百九十五 真口贵 这应该是晚清的广彩 就是咸丰同志时期的一种广彩 大屏 上面有赤龙 然后他这还有一个这种青 到青柚的大冬瓜瓜 四百九十五 做成台灯 这些应该都是新的 所以现在这个博董店里啊 我觉得也不一定卖的都是真火 麒麟送紫啊 西瓜罐 人头罐 575做成台灯 柜子里有一个欧洲做的这种小奶货 做的其实还挺精致的 应该也是有年头了 他要58 上面还是堆塑的这花挺不错的 这一个乾隆的小宝 外面是建口的 他一百美元 里边是粉采的 然后这是黑丝修的一个盘子 就上次我拍的视频当中有的 他这个要一百二两百九十七 哇 两百九十七这一个盘子 真够贵 这个 六百八 还有一个这个 这也是晚清的 两百九 画人物的 这画片倒是不多见 这里面有 中国的外销大盘 这应该是晚清的 挺晚的 这买多少钱 800 我上次的那个北卡比他这还大 48 那绝对比他这个值多的 那个是我那个是乾隆的 他这个就晚清的很晚了 这一个小汤盆 应该是 也是晚清的 两百五小小的 这一个大汤盆 这应该是乾隆的 还是这个画的 这个花 这种花吧 莲蓬牛的 牛是个小莲蓬的 乾隆青花的 1200 哇 1790年 1790年的 上次我碰到一个 还带个托盘的网上拍的 500美元 我没要 我觉得这种 他一个很笨重 第二一个他带盖很容易打碎了 收藏起来很麻烦 这些都是日本的 二十多年 大家 有没有 这些是 这些是 有没有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